在某地没有某人或者某物 依然是一个否定 没有所要求的一个第二个 他在这本书里呢 单独把这个某地借拿出来 我们来用一下 在这个学院里呢 没有一个大的游泳池 否定后面的 阳性的 这个依然呢 就把它分了一个 现在式过去和将来式 这三个句子唯一的区别就在这里 这是将来式 这个小小的一个词呢 意思就改变了 说这所学院里呢 过去没有一个大的游泳池 它的言下之意 就是说现在可能有了 然后这个呢 就是说它以后也不会有 建议大家不要到这里来上学 它没有游泳池 游泳池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 相当于是一个 游泳池 所以是原型是Basein 这个读音呢 这个词有点奇怪 这个耶 有的人呢 就把它读作Basein 正确的读法是Basein 读成A的音 耶读成A的 硬化了Basein Baseina 所以第二个 后面呢 我们就要举一个某人的例子 依然是这所学院里 在这所学院里呢 没有一个有经验的教授 一个都没有 就是他们请不来 将来也不会有 这就是过去不会有 这就是现在没有 后面的部分依然 全部是第二个 一模一样 长得他们就是 因为它是否定 这个呢 又强调了某时 用了一个Gagda 在什么时候 Gagda 在这里 我们的例子是Vedemgadu 经常用到的 在今年是一个第六个 在本测书的第一课里 就讲到 Vedemgadu Niebela Banshova Snega 今年呢 没有下过一场大雪 所以说这个事情 已经过去了 Niebela 已经冬天过完了 说没有下过一场大雪 否定了什么 没有这个事情 这是阳性的 雪 Sneak 原型是Sneak 便第二个 加阿 阳性的结尾形式呢 我们可以再复习一下 一种是辅音结尾的 像这样 辅音结尾的 阳性名词 软音符号结尾的 还有这个特殊的 这个日 是 气 气 这样福音字母结尾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第二个 加阿 Sneak Snega 这个呢 把它去掉 改呀 无气之力 无气之力 南老师 第二种呢 他用了一个将来时 第二句话 Vetemgadu Niebela Banshova Snega 这是一个预报性的 说本年度呢 不会有大雪 Vetemgadu Niebela Banshova Snega 如果今年 如果我们现在不说 这些否定 今年会有大雪 Vetemgadu Banshova Snega 这个Bel 和这个原型 退回来 Snega 保持了一致 Snega 大雪是 主语 Bel是 谓语 有了 现在我们因为是 Niebela 后面加第二个 否定之后 刚才是一个阳性的名词 现在我们是一个阴性的 Alimbiada 奥林匹克运动会 今年呢 已经到年底了 今年没有过冬奥会 Vetemgadu Niebela Zimni Alimbiada Jiei 阴性的 原来是 Zimniaya Alimbiada Zimniaya 这个呢是 今年呢 不会有冬奥会 Vetemgadu Niebouzit Zimniaya Alimbiada 无论它是 没有过 还是不会有 将来时 还是过去时 后面被否定的 都要加第二个 无论是没有某事 还是没有某人 都用第二个 被否定之后 这个名词性词组的 第二个 第三种用法是 从哪里来 从谁哪里来 表示一个地址 从哪里来 是at good 我们在前面学了 运动的方向 又不大 去哪里 这个有点就像 英语里面 go to 去哪里了 这是at good 有点像from 从哪里来 这个回答 这个at good 问的时候 要用 一字和四来回答 这个问 这当然相当于 是at good 是where are you from 从哪里来 这个一字和四呢 后面就可以加 表示地点的名词 来回答它 来自哪里 来自北京 或者来自学校 来自工厂 都可以这样 我们举了一个 中国人的名字 王力 王力 prieha la izbikina 我们用一个名词 北京 意词后面 前日词后面 交第二个 回答了at good 的问题 王力来自北京 我们现在把这个 北京的扩充一下 名词呢 我们本课主要要讲 这个代词和形容词 更加名词 复杂的这么一个 名词性词组 他要变格的时候 同意在一起变 这个第三课呢 主要讲第二个的问题 王力 prieha la izbikina 他来自一个大城市 他来自一个大城市 他们从这个比较枯燥无趣的一个出差 在柴里当中回来了 安妮远离开了 后面我们完全可以问at good 安妮远离开了 他们从哪儿来从哪儿回来了 回家远离开了 我们这个gamanzirovki出差要求4 这里为什么把s加了o 这个同样的情况 我们记得那个atrum 关于什么 这是个第六个 我们还有一个变形叫abu和abba 这个abu和abba是o的变形 是因为后面的名词 在读音上没有办法跟它相连的时候 这个s加也是 因为它第一个字母是s 后面又一个辅音 两个辅音 所以他这给它补了一个原音 这完全是从这个语言的读音上 这样出于人道主义给它加一个 要不然没有办法读 saskučteni gamanzirovki出差 原形原来是gamanzirovka 音形阿变一变二个 孩子们是从火车站回来了 saskučteni gamanzirovki出差 第二个 这个可以提问 atguda jeski prišli 孩子们从哪儿来的 这个s读作s的音 因为这个vwakza 着腹音 把它前面的清腹音着化了 我们在前面第一侧里讲过这个问题 这个第三种第二格的用法 回答atguda的问题 用ease和s再加 表示地点方位的这个名词 这个名词一定要用第二格 easechew和sachew 来回答来自哪里 关于什么时候用ease 什么时候用s 取决于后面的名词的习惯 这个见到一个背一个 没有办法 除了刚才那个 后面加一个表示地点的 easechew 那么现在要想说 从谁那里来 就不能用easechew 要用另外一个前置词 叫做at at 英语里就简单的词 无论是从人那里来 还是从地点那里来 都用from 这个要区分开来 这at atgaw 从谁那里来 Lena 把铃银子里的词 把银子里的词 把银子里的词 Lena收到一个礼物 是从她自己的表姐那里 收到一个礼物 她收到一个快递 打开一看 是她表姐寄来的 那么at 这个后面就不是地点了 而是一个人 atgaw 我们这里也没有讲atchew atgaw 谁 是客座变来的 谁 这是那个who 这个最主要的词 是这个sestra 我们在第二课后面 讲过这个词 圆形是sestra 它的单数第二个 是sestra a变a 它相对应的代词 自己的swaya 变成swaye dvayuratnaya 变成dvayuratnaya sestra 第二个例句是 knam prishlo bazdravljeni atdarnich drusei yens atgaw 我们收到了 谁的祝福呢 是一个远处的朋友 这些朋友住得很远 isdarnich drusei 我们这里呢 用了一个复述第二个 这个左边俄罗斯 这个书上没有 这个复述第二个 比较少出现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远处这个远方的朋友们 这是druk的特殊第二个 druzei 原型是druk druk knam prishlo bazdravljeni 虽然说这个 atgawo 从谁那里来 他依然是修饰 离他近的这个词 bazdravljeni 祝福 祝贺 来自哪里的 祝贺 名词第二格呢 还表示事物的特征 及其所属的关系 这里呢 有一个非常容易混淆的部分 就是说这个名词第二格 表示事物 比如说刚才我们所讲了 kni ga mama 比如说 妈妈原型是ma ma 我们a变a 所属关系 妈妈的书 那么就是书是主要的 书kni ga mami 妈妈变第二格 现在呢 我们是个简单的词组 妈妈的书 不是句子 变成句子之后 这个kni ga 这个书可能要发生一些格的变化 从第一格到第六格 但是永远要记住 这个后面修饰她的这个词 比如说妈妈 妈妹 永远不变 她不随着 她被人家变化而变 她忠实地跟在这个 她所要修饰的词 她要表达她的所属关系 她紧跟在她后面 就像一个东西 可能比喻不太恰当 装在她的口袋里 这个人走到哪里 无论她骑自行车还是开车 她发生了任何变化 她依然在她的口袋里 她永远有第二格 这个呢 就是这样讲的 第二格呢 只修饰她前面的名词 不论这个名词是第几格 现在呢 我们从最简单的 这个名词是第一格开始 Eda Uchevnik Ruskowa jesiga 她说的就是这样 这是一本课本 这是一个什么课本呢 就像这里所写着 Uchevnik Ruskowa jesiga 她表示一个特征 俄语书 俄语课本 Uchevnik 她是课本 这个课本是书 这个Uchevnik是 是课本的其中的一种 比较教学用的书 Eda Uchevnik Ruskowa jesiga 它是第一格 现在呢 我们看到这个 它修设的名词 要变第二格了 Uchevnik Ruskowa jesiga 这个我造这个句子的意思呢 就是又学习了一下前面这个否定 他们没有否定之后要求第二格 没有一个箱子 如果我们现在不讲这个事物 这个箱子是特征和所属关系 属于谁的或者什么样的一个箱子呢 我们就可以结束了这个句子 Uchevnik Ruskowa jesiga 他们没有箱子 要出差了 只能拿包 没有箱子 没有箱子 或者是说 他们没有一个皮箱 Uchevnik Ruskowa jesiga 它后面 而且这个名词呢 不是简单的名词 是一个形容词 再加上这个名词 甚至于它要加代词 它就把它变成第二格就可以了 这个词的意思是 Harochevnik Ruskowa jesiga 好质量的 好的质量 Harochevnik Ruskowa jesiga 变成第二格 就是Harochevnik Ruskowa jesiga O变A 耶耶变Yewa 这是一个中性的名词 它加上它的形容词 修饰部分 质量好的皮箱 它们没有 Unik Niet Cher Madana Harochevnik Ruskowa jesiga 就是这个 说到 它修饰它前面的名词 这个名词现在变成第二格 它依然是第二格 它不受 它再怎么变化的影响 下一个 我们看这个名词 要变成第三格 人生呢 Gubila Playa dziewachke Birova klasa 这个妇女呢 买 这个Gubić 相当于这是 Bai 买 这个Gubić这个词呢 在俄语里 它是这样的 Gamusto 给谁买什么 Gamu Mai什么 Gamu 给谁买 Gamu是 Kuto的第三格 这是表示那个人 我们在这个句子当中呢 这个Gamu 正好就是这个 Jewachka 小姑娘的原型是Jewachka Sto是Plaje 是个裙子 人生呢 Gubila Playa 可以用是Krasivajka Playa 或者 Dlinaya Playa 长裙 Jewachka 给谁买 这个 买给的这个对象 Jewachka 我们后面要加了一个词 要 看一下这个特征 这个Jewachka 是个什么人呢 Birova klasa 小学一年级的一个孩子 这个妇女呢 给这个小学一年级的女孩 买了一条连衣裙 Birova klasa 原型是Birova klasa Birova klasa 那么变成第二个 Birova klasa 我们后面重点的部分 实际上讲的就是 Jewachka Birova klasa 如果这个Jewachka 没有被这个 Rensina Kubic所给她 但是呢 在这个句子里 它变成第三个 就是这个 无论这个名词是第几个 一年级的女生 一年级的永远用第二个 这个词呢 是我们要修饰这个书 Jewachka 我在寻找找一本书 那么这里呢 是第四个 我们全当的这本书 就是这本书 我正在找它 这本书是 要用一个名词来修饰它 是哪一个作家的一本书呢 我正在找一本 我正在找一本谁的书呢 非常一个英国的 非常流行的 畅销女书的这个女作家的一本书 这是一个形容词 第二个形容词 然后加上这个名词 原来是 Bissagele 是表示职业 也是男作家 这里呢 特指这个女作家 我们用一个音形的来说 Bissagele ni ça 然后这是A 原来是 所以说这个词组整个 它就是一个第二格 来修饰这本书的 这本书是属于 这位畅销的英国女作者的 Hariburt 前面呢 讲了这个被修饰词 从第一格到第四格 名词的格呢 只有六个格 单数六格 副数六格 我们现在只介绍到 单数的第六格的 Yari suyo garndashom Krasnavacved 我用什么画画呢 我用红色颜色的 红铅笔来做画 Yari suyo garndashom 用什么 这是工具格 第五格 我们后面会讲到 Chem Yari suyo chem 我写字用什么写 画画用什么画 Chem 想修饰这个 Garndashom Garndash 无论它是Garndash 圆形还是什么 它是第五格 后面永远有第二格 最后一个 第六格 Me uznali a novasti 我们了解到 我们知道 德志的一个消息 这个 Uznat 我们在前面说 有关德志的 Garndash 说呀 要求Achom 关于什么 它是第六格 什么样的一个消息呢 性质或者特征 Novasi yobliskayi patrugi 第二格 她的亲近的女朋友 她闺蜜的一个消息 被我们了解到了 探听到了 就是后面是第二格 就是说 从现在这里开始 无论是这个名词是第几格 第一格 第二格 第三格 它后面的修饰部分的名词 只用永远用第二格 第四格的时候 依然是 Bisazirnitsi 第五格和第六格 Krasnovatsheda 因为这个形容词 再加上一个名词 红颜色的 这是颜色的color 这是红颜色的比 这个名词呢 要翻译之后 什么什么什么的 什么 拿中文翻译 说什么什么什么的什么 前面这个部分呢 正好是后面这个 翻译在的之后呢 反倒是前面这个 它是被修饰的 我用红色的铅笔来画画 相当于是一个形容词的作用